整条鱼裹粉后下锅油炸 照到表面呈现金黄色 立刻起锅 再用特制香料加上糖水 调出酸酸甜甜糖醋酱 淋到鱼上就是东北名菜 松鼠桂鱼 还有这一道葱姜蒜爆香后 撒进东北特殊辣椒酱 呛鼻椒香 立刻窜出 配上东北种出来的花椰菜 一起大火快炒 吃起来菜特别鲜甜 香而不辣 这两道菜就是蓝天董事长 许坤泰最爱的菜色 就是海鲜嘛 基本都是比较吃鱼吧 鱼比较营养又丰富 吃到饱就不吃了 一般都吃气氛饱而已 60岁的许坤泰 1983年创立蓝天电脑 之后转往中国发展 酒量超好 还赢得许一斤的封号 因为能喝掉一斤白酒 最高纪录曾在短短一周内 跑遍中国11个城市 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也让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格外要求 严格控制那个身体的健康检查 我基本上是没有控制的 而且还不是标准的 标准里面标准值里面的偏高 我就把它调低 偏低把它调到中间来 严格控制三餐不要吃太多 肚围两三天量一次 90公分以内超过不吃 运动是两天运动45分钟 不止盐以滤己 底下员工透露 只要谁的腰围稍微圆了一点 董事长就会特别关照 就是这样的认真个性 让许坤泰成为身价破亿的传奇人物 三立新闻 郑云龙丁星亚 在中国吉林长春的采访报道